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维琪 哈喽 我是Jerome 以上就是我们两个摸入一个特别的简介 就是你观光会看到的东西 我们这下来就想要进入那个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说波多黎各的多元文化 那多元的话是指哪些多元 那我们请Jerome先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察好了 深受哪些东西的影响 OK 其实波多黎各的文化 我们最简单的分的话 就是它来自三个不同大陆的文化 在这边相遇嘛 所以有非洲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欧洲的文化 那非洲的这些以奴隶身份来到波多黎各人就带来非洲的文化 那当然刚刚最前面掌柜讲的是个当天的原住民泰诺人 虽然这些人呢 虽然他们因为这个传染病的关系 那人数后来没有那么多 但是他们还是有留下来一些文化的传统 在这个波多黎各里面 那如果要讲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融合在一起的话 那我就用我自己比较擅长的 就是如果用音乐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去看波多黎各的音乐的话 你会发现说节奏的部分 节奏的部分你会发现说 它有非常强烈的这一些非洲的色彩 特别是说大量使用切分音 然后用密度很高的这些鼓声去敲节奏 那这些主要是来自于非洲的 那另外的话在当地有一种 有一种乐器叫做瓜糊 中文一般翻译叫做瓜糊 它听起来有点像是你在瓜洗衣板那样子的 这个声音那样子的感觉 它其实是来自于当地的原住民泰诺人的一种乐器 那除此之外呢 在波多黎各其实他音乐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乐器 它长得像吉他 但是它不是吉他 它叫做瓜肉 瓜肉它其实本身 瓜肉本身是四的意思 所以它本身应该要有 本身应该是四弦琴 就是有四条弦 但是在波多黎各呢 就很莫名其妙的 它有了第五条弦 虽然它的名字还是叫做瓜肉 就是四的意思 更神奇的是据说 它在古巴变成三条弦 就是很神奇的 对一个地方加一 一个地方减一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去听波多黎各 很多当地的传统音乐 甚至是流行音乐的话 你都可以听到这个瓜肉的声音 包括说在 Despacito 它在进入 就是它主要的那个音乐之前 它前奏的部分 有一个你听起来 有点像吉他 但是更清脆一点的 那个独奏的声音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瓜肉 所以光是从音乐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说 波多黎各现在他们使用的乐器 就已经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文化 全部叠叠在一起了 这样 所以这算是让大家从音乐 对于这些文化怎么样的组合起来 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那我想要补充的 就是刚刚 主任有跟我们先讲一下 有分三大部分 就是西班牙嘛 然后 迦勒比海原本的文化 跟非洲 那当然还有 现在他们成为美国属地之后 大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那我自己觉得呢 他受西班牙最深远的地方 像是他的语言跟宗教 因为他大部分就是都是讲西语 是的 那宗教都是天主教嘛 然后当然还有种族的关系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 其实是混习语译的 是比较多的这样子 还有当然受西班牙影响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些经济作物啊 因为殖民地的关系 像是刚刚说咖啡啊 然后蔗糖啊 这些都是算是 比较偏西班牙殖民的风格这样 那当然迦勒比海文化的话 应该说好 我这边也想要讲的是 我用食物来讲好了 因为哲隆有擅长的是 哲隆善长的是音乐 掌柜擅长的就是食物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更有 更有更有更有兴趣 而且对旅游来讲更实际一点 所以来掌柜赶快 赶快发挥一下你的功力 来来来 好我先讲一下他们 波多里克你一定要吃的东西 一个叫做那个某蜂狗 某蜂狗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一个香蕉做的东西 对它 因为一般我们香蕉不是那种黄色 然后或者是芭蕉 大家都很熟悉是那个 那个那种味道嘛 就是甜甜的 比较像水果 但是其实波多里克的香蕉 它 它比较像是 它是做成咸食用的这样子 它是本身富含纤维质 然后比较适合烹调 而且你要在它没有熟的时候 就拿来吃这样 那 某蜂狗呢 它是一个把那个香蕉 有点像是弄成泥这样子 然后还要再泡盐水啊 再泡到热油啊 再煎过 那这个就是蛮算是传统加热比海的食物 这样子 就是它当地生产的这种特殊的香蕉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某蜂狗那个MO 大家知道的是那个monopoly 是一的意思吗 那它还会有 如果你再加别的东西 再加别的东西 最后如果三种呢 就会变成叫做trifungal 哦 trifungal 哎 不错 这是真的 trifungal的话 它是刚刚讲的那个 呃 波里克的传统的那种香大礁 然后再加上那个木薯跟芋头 哦 然后如果是trifungal 它就会做成甜的 哦 诶所以到三个时候就变成甜的了 好神奇 对对 因为芋头可能比较适合做甜的 我不知道 有可能 对 然后这个就是你去锅了一个一定会吃的东西 那加热比海的料理的话 传统就是一定会吃很多的海鲜 就是其实 加热比海这边传统的文化 他们其实是以采集啊 鱼业为主 他们其实农业都是很后来才有的东西 就是算是殖民之后才有开始有农业 所以那他们原始的那些饮食 就是鱼还蛮多的 还有贝壳类 所以在那边呢 就是一定要吃像牡蛎啊 那种贝壳类的东西 像虾啊 还有鱼 尤其是像是鱼的话 他们那边最常吃的鱼 就长得像台湾的无锅鱼一样 只是颜色不一样 因为是红色的这样子 对 另外一个我觉得 算是受文化影响的是烹调方式 就是用炸的 因为像很多 像加热比海跟非洲都有很多 很习惯会很多用炸的东西 那这个在玻璃各的料理上面 就是很常会看到 比如说刚刚有讲那个大椒 他们有一个一道料理叫什么 Tostons 他就是把那个大椒切薄片 然后拿去油炸两次 然后就很好吃 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 就像洋芋片那样子 只是说他的口感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稍微一点点甜甜的这样子 像是炸物就是还蛮常见的方式 就连刚刚我说 他们讲像无锅鱼那样一整条大条的 他其实都是拿去炸 他的炸法他没有裹很多粉 因为裹很多粉会有那种厚厚的炸皮嘛 但他没有 他等于是鱼直接拿去炸 所以吃起来其实也蛮像 煎的的口感的 对这个就是多元文化 如果用食物来看的话 像非洲跟加勒比海 就是很常用炸物的方式 像西班牙的一些传统的那些小食 像他们有一种馅饼 这个我也不会发音 叫做Empanadas Empan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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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一个半圆形的 你会想像是一个厚厚的面包 我觉得他跟韭菜盒子有87%相 真的假的韭菜盒子 像韭菜盒子吗 没有就是外观 外观上有87% 你要这么说 对 还蛮像韭菜盒子 他是就皮很厚的韭菜盒子 对对 就是他皮是你想想看很像面包那种很厚的那种 然后但是他里面的确就像韭菜盒子里面有包肉 他是像是波多黎各的那种 他里面就是包牛肉混马铃薯这样 对 就是那种淀粉量超高的那种 就是通常在那互产比较缺乏的地方会这样的吃法 就是超多淀粉 是是是 对对 淀粉最大这样 没错 像这个东西就是算是他们也是蛮传统的一种点心的饮食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 像美国的地方就不用说 基本上所有素食店那边都有 那所有炸鸡店 你要吃麦当劳什么都会有 非常的方便 是 没错 所以饮食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可以看出他们的多元文化 接下来会觉得波多里各有哪些地方很像美国 你觉得哪些地方很像美国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店 那主要就是说 特别是这些素食店 还有些连锁的店家 简单来讲呢 就是有些东西你如果从美国过去 你发现说我忘了买了 或者说我突然好怀念美国本土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担心 因为这些东西在波多里各都有 这样子 就是很适合旅游这个地方 应该说你要买什么东西都有 然后也是都用美元 那从美国去超级方便的 也不会有什么汇兑的问题这样子 是是对 然后我觉得其他部分的话 我还蛮想要提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说 波多里各的话 这个道路的里程用的是公里 然后你在加油的时候油是用公升 这个和美国不像 但是车子上面的时速表确实用每小时几英里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然后跟美国一样是开车是开在右边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和美国是像的 我就想要讲这个 果然大家公路旅行都有观察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还有牵涉到你的路牌 就是波多里各的路牌 比如说它不是都会有什么停啊 stop啊那些 它的那个形状都会美国长的牌子都一模一样 但都写西语 所以一开始你就会觉得很疑惑 想说这什么意思 不过后来突然间因为看到那个形状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你是会看懂的这样子 对然后我刚刚提开车这件事情是因为 在我也有去的这个美鼠围京群岛 他们开车是靠左边开 它是全美国之间唯一一个靠 就是你在道路上驾驶的时候 你是靠在左侧那个车道前进的 但是你的驾驶座又跟美国本土一样 是靠在左边的 所以其实你是看不太到那个道路中心线的 所以就看到说在加勒比海这个的 这个美国属地很多事情都很特别 什么你开着这个靠驾驶坐在左边的车子 然后靠着左边开 或者是说在波多里格 你在那个路牌是写公里 但是你这个车子上面的这个时速 却是写英里这样子 这样怎么开啊 不是听起来好不可思议哦 你又是左又是左驾 然后又靠又靠右边开 就这个我们只能说呢 在围京群岛因为车流量没有那么大 而且道路通常就只有双向各一线道 所以我觉得你要撞到旁边人的几率也蛮低的这样子 就乱开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开车的时候就觉得 波里一个人真的他你在开在路上 你就会感受到他们悠闲的加勒比海风情 因为真的太慢了 基本上你在加州或在任何美国其他地方 不可能没有开到限速 你基本上可能是超过限速大概也在10万以上吧 但是在波里格他们会开低于限速 而且前面没有车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开低于限速 我觉得很没意思 生活不了真的比较慢一点 而且讲到限速 我就是也是一样刚刚讲到的那个路牌的东西 就是是你加油是用工程 应该说他们的路上的东西都是工制 因为是西班牙带来的嘛 他们用工理用工程 都是跟可能我们台湾也比较熟悉的那个单位 然后所以他们的路牌就会写说 还有几公里就到下一个地方 也跟台湾一样 我们下一张散化还有20公里 就是都一样哦 可是他们的限速版是英里 是Miles 对然后我本来想说 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一直看限速 我就觉得到底是什么 就觉得很怀疑 可是后来想想那个数字应该是 应该就是Miles吧 而且但我还 因为如果说它是工理的话 那个时速也太低了 然后因为不敢确定 后来我遇到我朋友的时候 我还问他说 那个应该是Miles吧 然后我朋友就有点傻眼 他可能没有想到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吧 他就说哦哦对啊 对对对是Miles 怎么了吗 然后我后来想说也蛮合理的 因为汽车是 它的仪标版上面是Miles 对对汽车上面都跟美国是一样的 所以当然就是跟汽车上是同一套的这样子 对因为不然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有没有开到那个限速上面 是啊 对好这个就是那个波多里克 很像美国的地方 而且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最高的统治的 不是说统治听起来好奇怪 最高的政府首长是总督 那他们也是四年选一次 就是美国选总统的时候 他们会选总督 然后他们的议会那些 好像也都还蛮像 那个美国的制度的这样子 对他们是连税制都是模仿 就是美国本土的州在建立的 所以理论上现在 如果波多里克想要成为一个州的话 他在美国在五个美国的海外属地里面 应该是最接近可以成为一个州的状态 因为他制度上是最接近的 虽然他们现在应该短时间之内 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 对啊 讲到这个我们就可以来讲说 他因为波多里克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他要不要独立 要维持现况 是美国特别的属地 还是说我们要加入美国成为一州 那这个东西呢 就他这个论战就一直都存在于波多里克这样子 那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那个比较早之前他们曾经想要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呢 嗯好 那我们大概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是在第十九 在西元十九世纪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需要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波多里克还有古巴当时都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可是其实当时的美洲 特别是在美洲大陆上 其实几乎所有的前西班牙殖民地在1820年代就已经全部都独立了 就是当时西班牙其实就只剩下古巴还有波多里克这两块海岛 所以其实你说波多里克人会不会也希望说去争取独立呢 当然会啊 就是毕竟你看在大陆上那些人都独立的 而且谁想要被殖民呢 对不对 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他们本来就有一些独立运动已经在进行中了 那后来我们知道说在1898年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美国和西班牙发生美西战争 后来西班牙战败嘛 所以那一次把古 没有古巴 把波多里克还有菲律宾还有关岛 就是割让给美国 然后古巴的话等于是说 西班牙必须要让他独立 然后他后来有被美国短短暂占领一下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些波多里克人就觉得说 这个听起来美国应该是一个 比较文明比较先进 而且毕竟是个美洲人的政权嘛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政权吧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对 其实他们虽然并不是 他们虽然说这个法理上不是美国的殖民地 但是他们被美国接管之后 他们发现说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实质上 实质上就是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因为一方面就是他和美国本身的经济水平差距 还是蛮大的在20世纪出席 那另外一方面他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之后呢 本来那些关税啊贸易的壁垒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他就更能被美国的资本家控制住了 所以当地人就发现说穷还是波多里克人穷 钱呢都被那些来自美国的资本家给赚走了 那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上的差距 再加上说他们对于美国统治的这个失望 所以大概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这整个波多里克他们争取独立的运动 是非常蓬勃发展的 那在20世纪的时候 这个就一直从20世纪初 一直发展到20世纪中 那后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是发生在1950年的时候 1950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50年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这个波多里克当时这些争取 民权的这些运动 他后来慢慢分成了两派 那一个比较主流派是争取说 在美国境内取得更大的自治地位 就是说还是美国的一部分 但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宪法 自己的议会 比较大的自治地位 然后有一个比较小群的是比较激进的 是觉得说好 那我们一定要争取真正的独立 脱离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大概到195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前者 就是比较说争取在美国境内 拥有更大权力的这群人 他们占上风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那群比较激进的人 你会怎么想呢 就会觉得说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 就是对 我绝对不能妥协 我绝对不能像这些人 就是轻易被美国政府给收买 对不对 所以当时在1950年代的时候 这些激进分子 他们就派了两个人要去华盛顿DC 暗杀美国总统杜鲁门 想不到吧 而且没有想到说波多黎各的独立运动 竟然可以绕到 竟然可以闹到说 他们派人跑到华盛顿 要去暗杀美国总统杜鲁门 而且那个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说 因为当时白宫正好在整修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总统并不是在白宫里面 他是在隔了白宫一段距离的一个街上 一个很普通的屋子 就是他是完全没有防御众生的 意思就是说 总统在二楼那边的办公室办公 你从街上就可以看到他本人在那个地方 所以是一个防守非常弱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两个波多黎个人 他们就跑到华盛顿特区 他们就看准了说 这个时候防御很弱 他们要来暗杀美国总统杜鲁门 那后来这两个人 反正他们就和当地的守卫起了两波的这个枪战这样子 那好 那后来其中一位呢 他终于算是把这些几位都大致上 让他们受伤 让他们暂时没有办法被他们控制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位枪手就把他的目标对准了在二楼的这个 杜鲁门总统的办公室这样子 那那时候杜鲁门总统在干嘛呢 那时候杜鲁门总统竟然他刚睡完午觉 正好起来因为他听到声音的他想要看说 他想到窗边看一下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啊那想这个这个时候呢 这个枪手距离杜鲁门总统只剩不到十公区的 他只要一开枪杜鲁门总统就死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跟讲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 这么耐人寻味 这个时候这位枪手呢 他正好需要换弹夹 就是他子弹没了 就在那一秒钟呢 有一位当地的这个美国政府的那个首位 就大声喊叫这个杜鲁门总统说 总统先生退下退下退下 不要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在 所以就在他换弹夹的这一秒钟呢 杜鲁门总统就知道说 他必须离开那个地方 那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呢 就是那么一秒的差距 所以杜鲁门总统才没有被暗杀成功 这样子 所以这算是美国立场一个很著名的这个 就是总统差一点 差一秒钟就要被暗杀的事件 这样子 那他波罗里更好幸运哦 其他人其他总统就被杀了 对啊对啊 而且想是怎么会那么刚好 就是正好要杀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好这个子弹就没了 就是我只能说 命不该绝 这是天意啦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说总统没有被暗杀成功 但是后来他们就意识到说 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 所以呢他们在1950年代 1950年的时候呢 就是算是颁布了这个波罗里克 他们自己的宪法 然后后来在1952年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是说 以波罗里克全民公投的方式 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一部宪法 就是他们意识到说 如果不去用一个真正民主 有合理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以后呢 这一些麻烦还会继续出现 以后还会有继续更 算是怎么讲 就是更夸张的一些抗争行动 可能会出来 对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用这个方式 所以是为了安抚这些激进派 是不是 所以才办了一个那个 才开始弄宪法 其实宪法是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有了 就是他们一直都有在讨论 在二次当然之后 这些东西就有在讨论了 但是就是说 在他们发展这一些宪法的过程中 那激进派就觉得说 你越把这些 波罗里克在美国境内的地位制度化的话 你是不是就离波罗里克的独立越遥远的呢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些越来越大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是波罗里克史上 他们争取独立的时候 一个我觉得蛮有趣 蛮吊滚的事情 就是说一方面 如果你要让波罗里克人有更大的权力的话呢 就必须要让他越来越像美国的一个州 那有类似美国的政府 可是如果他越来越像美国的一个州 他是不是就离独立越来越遥远 所以他是一个很吊滚的地方 我觉得他这个很有趣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1950年代 这个枪杀案 这个枪杀未遂案 还有波罗里克的宪法 以及后来的公投 那基本上就奠定了 后来波罗里克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 就是说他们采用和美国的州 非常相近的这个政治制度 然后呢 他们的总督是人民选举出来的 那当然波罗里克后来 他也是在经济还有产业上转型的 还蛮成功的 所以就不像20世纪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贫富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 那对于美国政府的反抗声音 在20世纪初比较大嘛 那后来随着这个波罗里克的经济越来越好 那后来也就比较 这个力道就减弱了这样子 因为后来历史上 那个波罗里克还又办了很多次的公投 说对对对 就是他们的公投的主题是说 我们要不要成为美国的第51州这样子 分别是应该1967年 1993 1998 然后最近的两次 一次是在2012 然后到2017年都还有 然后但是因为前面几次呢 都是大家都没有 没有达到多数 想要成为美国的第51州啦 然后最近的这一次 就是2017年的公投 结果是还蛮多的 是97% 希望成为美国的一周 但是呢 其实也只有23%的选民 参加那次公投而已 所以就是你想要成为美国一周的人 才去投票 所以就有点像是那样 对所以 对 算是有一点点shift 之前如果更早之前 可能19 刚刚说的1950年代 或是2000年以前 就是还有比较多 想要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人 但是近年来 就是越来越多 他们是反而是 倾向是希望成为一周 或是维持现况 而不是独立这样子 是的 刚刚怎么讲这个 我们刚刚从来 我知道了 我们刚刚跳到那个人文 那个争取独立的那一段 对对对 我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是在聊说 波多里克他像 像美国的地方有哪些 是的 但因为讲到这个 你就是不得不提到 那个关于他美国的政治制度 跟他要不要成为美国一周 这个话题 所以我们算是有点 提早把我们等一下 想要讲的东西 先移到前面来讲了 这样子 对 然后那讲到这个呢 因为你不觉得这个话题 听起来就非常熟悉吗 到底我们是 波多里克人呢 我们是一个 几样的地方 我们是成为一个国家 又成为独立吗 还是要维持现况 有没有听见很熟悉 维持现状 那个独立 先维持现状再独立 这个听起来 真的是蛮有感觉的 没错 我听起来是跟台湾还蛮像的 对 是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下 那个波多里克跟台湾 有什么很相像的地方 对 那 这个人文的地方 我们先不讲 我觉得其实 回到一开始 那个自然 自然景观 气候就已经非常像了 像 是 台湾跟波多里克 都是算是接近热带地区嘛 然后很多雨啊 然后非常热 那当然台湾的那个 纬度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们有稍微那个 季节性变化是比较大 没错 但是我们一样是都有台风 对 所以讲到台风啊 地震 就是大家都非常有感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 也因为是气候的关系 生物的 就像植被啊 跟那些 动植物 其实也有蛮多地方 还蛮相近 尤其是植物 像刚刚讲的那个 阔叶林 跟那个 算是植物 雨林 这个部分 就已经蛮像了嘛 还有 路上可能长的像 椰子树 檳榔树 像这种 长的差不多的 这种树也蛮多的 还有就是 红树林水笔栽 这个真的是 超级像的 就我们去 我去看蓝眼泪的时候 就是因为 是划在那个 小船出去 在一个很 平静的那个港湾 那基本上 那个这种藻类 它就是生长在 这种可能 微生物比较多的 那种比较平静的水域 那旁边 全部都是红树林 是水笔栽 哇 又回到台湾了 是吧 淡水红树林 而且闻起来 也超像台湾的 就是红树林 很像 而且不是只有 眼睛看到 我觉得还蛮妙的 是我去了 因为我这次去了 他们的一个美术馆 就我这次 因为刚好有一天 一天就是 哪里都不想动 我就在那个 散晃的Downtown 去了他们 最大的那个美术馆 在美术馆里面 我居然就看到一个 很一幅很大的 那种马赛克瓷砖的 一个作品 然后它是 一棵很大的 水笔仔的 红树林的树 哦 还真的 对 然后我就意识到 我就看到那个图 我就意识到说 诶对耶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 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是他们 当地的一个 像是 Iconic 象征性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就跟台湾一样 是红树林 真的是太有关联了 太有缘分了 没错 所以就是这个 植物景观 是真的长得蛮像的 当然像河口那些 泥沙 那些像是螃蟹 贝壳那些 好像应该也是 还蛮像的吧 对 然后那再来第二个是 建筑 就是刚刚有讲到说 那他有很多 西班牙殖民风格 那种圆拱门啊 或是宗教符号 无论是天主教的 或是刚刚 Gerone跟我们讲的 那个像是 伊斯兰教的那种 几何的宗教的符号 然后颜色比较鲜艳 这些是跟台湾 比较不像的地方 可是有非常多 很像的地方 对 就是除了刚刚我们 我有讲到的说 那种平平的屋顶啊 顶楼阳台 水塔 然后两层楼 那种矮矮的建筑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真的超级像 就是铁窗 铁窗真的超像的 台湾的特色 对 就他的那种铁窗 就是很像那种台湾 如果你现在还有那种 比较久以前的那种建筑 可能三四十年的 那种老公寓的那种铁窗 他那种窗的花纹 根本就是一样 我想说那个是不是 那个年代 可能大家都是用一样的 不知道 有可能 不知道在哪个国家生产 然后所以全部都用一样的铁窗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想象说 那种阳台往前面涂一点点 然后整面 然后跟上面那个屋顶连着 对 就很像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 阳台的那种栏杆 那怎么形容呢 他在台湾很常看到那种栏杆 是因为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可能从小生长在乡下 我们乡下那种透天处 如果是那种两层楼自己盖的 二楼都会有那种围墙 然后底下是镂空的 对 一根一根 然后有点像花瓶形状的那个 然后一根一根那种圆圆的那个 对 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台湾的那个 透天处的那个 特色 那个横 对 最大的特色之一 没错 然后波罗里各的房子也都长那样子 我觉得超级妙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妙的是 他们会在阳台晒衣服 哦 这个又太像 超像 就是因为 因为美国这边是 大家不会在阳台晒衣服的 应该是有那种HOA或什么 反正衣服你不会晒在外面啊 就他不准许你晒在外面 可是波罗里各的超像台湾 就他们就看到那种铁窗 然后看到那个有洗衣机 放在那个铁窗里面 然后旁边就是晒满了衣服 所以真的超级像台湾的 感觉就是可能会有阿姨 就那个在在那个阳台上 拿一个那个苍苍的棍子 晒衣服 然后跟对面的聊天 这样子 感觉就是 法普走在那个街上 就会听到那个台湾 台湾这样子 建筑 我真的除了 我想不到为什么建筑会长得那么像 可能是因为 就是气候的关系 所以长得那么像吧 但我觉得还蛮妙的 是的 然后再一个是 这堂跟殖民经济 刚刚我们就一直有讲到说 那个西班牙殖民的事情嘛 然后也因为殖民经济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像是 这堂跟咖啡啊 这种作物 那因为讲到这堂就跟台湾非常像 因为台湾曾经是 大量 尤其南部就是产堂的地方嘛 不然你看像是台南人的 什么东西都是用那个 堂做的 台南人又是堂的重强的这样子 这个部分就还蛮像的 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这堂的关系 波多里格也成为很重要的 蓝母酒产区 那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其实都是 那不是只有波多里格 那其实大家最熟知的那个 蓝母酒的品牌叫做巴卡迪嘛 它其实是那个古巴的牌子 它最早是古巴的 然后但是因为它也在那个 波多里格设了非常多的厂 那因为古巴其实很多美国人 一般是不能 平时没事不能进去古巴的嘛 所以他们到波多里格来 就会去参观那个巴卡迪 在赏换的那个大的 蓝母酒场 那你就可以参加兔儿啊 去看他的酿酒的那些桶子啊 然后最后可以让你品酒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 因为我这是去 我也有去一个蓝母酒场 我是去当地最 当地最古老的一个蓝母酒场 我去了那间酒场叫做巴瑞利托 说是最古老 但它其实也没有到非常过来 就是因为我们想象中 好像古老可能是有几百年 因为如果一般我们讲到红酒 或什么那些可能都是有 真的是有几百年 不过因为是殖民经济的关系 它的这个酒场 其实是大概200年以内 就是大概180年左右的历史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个我觉得跟台湾 有很相近的地方 大家还记得就是前韩市长 在他竞选的时候就有说 我们要复兴那个 我们要重振南部的经济啊 我们要建立蓝母酒场 后来才发现 原来之前是我误会他了 他讲的东西是一点点根据的 对其实就是 以这个作为甘蔗蔗糖的副产品来讲 这个台湾生产蓝母酒 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 对而且其实说实在现在台湾 就是蓝母酒 蓝母酒还算是亚洲蛮大的一个产地 到现在还是 我们只是没有自己的牌子 可是其实是算 因为像代工厂嘛 不然像是那个台酒 他其实自己也有做 蛮多那个蓝母酒的 只是说没有做 没有打出品牌啦 所以不像格马兰什么的 就像威士忌那样子 他们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国产品牌 但其实到现在 像是亚洲 就是台湾跟菲律宾是最大的蓝母酒的产地 讲到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听众说明一下 就是蓝母酒和蔗糖的关联到底在哪 对对对对 好像没有讲 我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关联是什么 因为我们包括刚刚掌柜说这个台湾和菲律宾 其实蓝母酒会出现 它也连结到过去有种植甘蔗 然后做糖液 出产蔗糖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我们知道说 所谓制糖的过程 其实就是你先种甘蔗 然后把这个甘蔗里面的汁把它榨出来 那从甘蔗汁里面的话 它有很高的成分 当然是糖分 那后来就会把它慢慢的 就是提炼成砂糖这样子 但其实除了糖分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也很丰富的东西 叫做糖精 所以糖分和糖 不是糖精 糖蜜我讲错了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东西是糖蜜 所以如果在平常这个糖做出来 如果它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偏咖啡色的话 那就表示说它的糖蜜 还没有被完全分离出来 因为糖蜜是比较深的颜色 那糖本身是无色 糖的结晶本本身是无色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糖的炼制过程中 如果它有经过精炼 把糖蜜和糖的部分完全分开的话 糖蜜的部分就会呈现那种黑核色的高状物 然后糖的部分的话就是结晶酿 这个糖蜜当然有一些人会把它拿在食物里面运用 但是糖蜜如果把它拿去发酵 然后蒸馏之后就可以做成兰姆酒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其实有很多 特别是整个加勒比海 过去有种植蔗 种植甘蔗出产蔗的这些地方 其实它都有提供这些糖蜜 作为兰姆酒的原料 所以这个连结其实是这样子来的 对 我明明就是去了兰姆酒的tour 他好像有讲 但是我一个都不记得 可能是因为后来就喝得太开心了 所以完全不记得 对兰姆酒喝那个酒比较重要 因为兰姆酒它其实算是发源地 其实就是在加勒比海地区 就是算是他们起源的这样 那兰姆酒除了直接喝 那其实直接喝起来就是像威士忌那种感觉 只是说它是不同的味道 那不然的话还蛮长就是会做成调酒的 做成调酒这边就想要补充一下 虽然就是我们是在讲说波路一个像台湾的地方 但是因为讲到兰姆酒 就不得不提到那个跟波路一个非常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 算他们的national的调酒 叫做pina colada 它还蛮妙的 就是它的外形是一杯 算是乳白色的样子 那它为什么是乳白色的呢 因为还有混椰浆 那它是 所以是兰姆酒混椰浆 还有凤梨汁跟冰块这样子调出来的这样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 那个去波多黎各 你一定要一定要点的调酒 当然现在世界各地都都点得到了啦 不过去那边一定要点一杯 这个由兰姆酒为底的 叫做pina colada的一个官方调酒这样 官方的调酒这样子 波多黎各的这个象征 没错 这边是在讲那个兰姆酒 跟那个殖民地经济很相像的地方 你知道那个 你有对他们的产业转型有什么研究吗 因为波多黎各之前是非常仰赖 就是殖民地经济 就是像是观光业 还有这些可能浙堂等等的 我只知道他们后来 其实也有发展一些工业 然后后来 那像现在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 我们讲所谓的第三级产业 就是服务业啊 或者是一些商业相关的 会在波多黎各有存在这样子 我对那个工业没有什么 比较没有了解 但是我知道他们好像工业转 的确是有转型到还蛮多工业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就是跟我朋友聊 我同学是一个波多黎各的女生 然后她是在 她去纽约念大学 然后就在纽约工作 我们就在德州一起念研究所嘛 毕业之后她加入了一个公司 是做marketing的 做行销的 然后数位行销 那公司是有一半是在北卡 有一半是在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她后来 他们就作为那个软体行销 算是电商行销 然后是行销拉丁美洲的一个重大据点 对 所以就是突然想到对产业的话 他们的确是有这样的优势 如果他们要进入南美的话 是真的 对吧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波多黎各你仔细想想 他基本上就是同时兼具有美国国内 还有拉丁美洲这两个性质 就他既是美国的国内 但是他又是 对 波多黎各是属于拉丁美洲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 所以他当然 他们拉丁美洲的市场接轨的话 会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而且波多黎各现在是一个 那个文化输出的地方 就是流行文化输出地 这是真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 大概我们两个觉得总结 那个波多黎各跟台湾很相像的地方 这样子 他又最早讲的那个 自我认同的转变 关于说 我们要维持现况 还是要独立 这些 我觉得还有一个 对于波多黎各这个身份的认同 我觉得这点也是跟台湾蛮相的 台湾最知名的那个认同的那个调查 是政大每年 好像都会 他有每年吗 还是每几年 他都会做一个调查 就问你说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那他选项就会有说 我是中国人 然后 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然后或是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或是 我是台湾人 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每 过去的三十年 这个光谱是一直一直在shift 就是一直 一直往那个 我是台湾人这边在移动 然后 我觉得相同的情况 也是还蛮像在 波多黎各上面 但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地方 他们是已经 非常 proud of themselves 就是 我就是波多黎各人 对 因为像 我有跟我朋友讨论 我说你去跟别人 自我介绍的话 你会说你是波多黎各人 还是会说你是美国人 他说 当然是说我是波多黎各人 对他说他这个是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 second thought 所以我就是波多黎各人 然后而且还有 我觉得另外一点的是 像是台湾目前还有一些 自我认同的挣扎 是比如说我们会去否定 我们一些过去历史上 发生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会 曾经我们会否定 我们在我们被日本殖民 然后我们是那个 就是算是次级次等 然后殖民地这个身份 然后后来 也很多人就开始否认 可能国民党来了之后 的这段 比较黑暗的那段历史 有点像是过去完全排斥 或是排斥 我们可能是 曾经是清朝的领地 这样子 这些东西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就是这次去旅游 无论是跟我朋友的聊天 或是可能 跟路人聊天 我的感觉是他们还 他们最自豪的 就是他们的多元文化 就是他们也不会避讳说 我们提到说 会有那么多黑人 就是我们那时候 有非常多的那个 引进黑奴啊 所以我们那么多黑人 非裔嘛 然后像是西班牙殖民文化 他们也是觉得 对我们就是西班牙殖民地啊 像是如果我们现在去 那个像欧散化 就是刚刚有提到 有两个 大家必去的那个古堡 那个堡垒 军事要塞 然后那个军事要塞 我有注意到他们的那个 他们那边会生三面棋子 三面棋子呢 一面是美国国棋 那一面是波多黎各的棋子 另外一面呢 一般来说 大家不会 就是不会 如果没有特别查 不会知道 它是一个白色的棋 然后红色的叉叉这样 那是西班牙帝国的棋子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到现在 他们还是会留下 这些所有的印记 然后讲得非常清楚 我就是说他们是拥抱 这些所有的文化的融合 然后他们已经形成了新的认同了 这样子 对 那Jerone觉得怎么样 是我认同的部分 没有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掌柜在这方面观察的 因为毕竟你有这个 波多里各的同学嘛 所以观察的应该是比我更深一点 但是我的确觉得说在 因为去看世界上 当然很多国家都被殖民过 但是的确说在一些 我们讲不同族群之间 比如说比较多往来 比较多同婚 或者是说 整个族群光谱 比较连续 比较多元的这些地方 你会发现说 的确他们在面临 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历史的时候 他们似乎 对彼此的接纳度是比较高的 那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啊 或者是说 在波多里各 其实这个都是蛮明显的 甚至我觉得对于 相较之下 我觉得反而 这一些事情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美国本土的一些人 可能还要向 波多里各人去学习 就是怎么样去拥抱 这些不同的这个文化传统 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 我在当地 体会也非常深刻的 真的 因为尤其是 非异象是黑奴这个部分 的确是 因为像美国本土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像BLM啊什么的 这些都还是很严重啊 然后有点像是 塔布吗 就有一点点禁忌 就是你好像大家不能够 你只要一聊到 我们有那一段黑历史 你就是立刻就要说 哦 那个 我们不要再多聊 这些事情了 这样 我们现在是要追求平等 我们不要再看过去的事情 就有一点像这样 但我没有觉得波多里格 真的是因为他们 目前的种族 已经是融合非常多代了 所以他们形成的认同 比较不一样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蛮妙 是刚刚讲到的 那个文化输出 这个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那个流行文化 那尤其是那个音乐部分 那这边就交给Jerone 来跟我们讲一下 那个 波多一个流行文化输出好了 其实我自己比较 然后有研究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个雷鬼动的部分 那雷鬼动的话 他基本上是1990年代 开始在波多里格 蓬勃发展 有一些人认为 他其实并不是最早 在波多里格出现 但是毫无疑问的 波多里格是把这种音乐 推向世界的一个 算是最主要的力量所在 他本来其实是在散患这边 一些我们说城市里面 可能治安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那可能有一些小屁孩 他们尝试去混合一些 不同的节奏 那他后来就形成一种 形成的这种 我们讲雷鬼动的 这种音乐形式 他在藉由这种 美国的音乐工业 以及说西班牙语 以及说西班牙语市场的影响力 他就把波多里格的文化影响力 蔓延到全球 所以有一些人 有这样的讲法 就是像雷鬼动这个音乐 可能好像是说 让使用西班牙语的人 找到一种 他们可以唱饶舌的方式 因为我们传统上的话 美国本来的很多饶舌 比如说像雷鬼比较是一个 以英文为 就是他的创作比较是 以英文为主 因为雷鬼最早是来自雅买家 雅买家其实是英语系国家 这样子 但是雷鬼动仿佛就是让使用西班牙语的人 找到了一个 他们可以唱饶舌 他们可以抒发自己 然后他们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认同的方式 所以呢 波多里格就用这个方式去影响了全世界的西语圈 包括西现在的西班牙本土 这样子 而且那雷鬼动之前 其实他们 波多里格最有名的是他的骚沙吧 是 这个你有研究吗 对 Salsa我大概知道 但是Salsa的话 因为他算是 他不是特定在波多里格 就是说他从波多里格啊 古巴这些地方 其实都有这样子 当然他其实一直到今天在波多里格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形式啦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妙的是 那个波多里格其实搬回美国本土 在他本土的影响力也蛮大的 他在美国本土最大的波多里格族群 一个是在纽约 然后一个是在佛里达嘛 然后像纽约的波多里格族群出了超多名人的 比如说像是那个刚刚讲说 那个NBA的那个Melo天瓜 他就是在纽约土生图上 他的爸爸是波多里格人这样 然后还有那个音乐剧那个Hamilton的 的producer 就那个Lee Manuel Miranda 他也是在纽约的波多里格人 还有就是大家都认识的珍妮佛罗培兹 他也是在纽约的波多里格人 是 他们在美国文化 他们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 其实还是蛮大的 在纽约的波多里格人是在布鲁克林吗 还是在哪里啊还是在布鲁克斯 我忘了耶要查一下 但是我记得那个人口非常的多 对 这个话我突然想到 就是我不是说我去了那个美术馆 然后他我刚好去的那次的一个展厅是一个 他是在展示在纽约的波多里格社群的一个理法厅 就是barbershop 他就是给我们看说 这就是我们在纽约的波多里格的理法厅 然后就有各种我们波多里格的风格 然后就是会有那种浙袋的布置 这样子的社学的概念会在波多里格本土的美术馆里面展出说 你看我们波多里格的那个风格 那个文化发扬光大 我们现在让你们看看我们波多里格在世界各地的样子 我觉得还蛮妙的 是是是 因以为要对好像说我们的文化 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地方 也是可以见到那种光荣的感觉 对啊 演艺名人的话还有那个波多里格亦的话 还有那个小丑的演员 那个Hawking Phoenix 那个演云端情人跟小丑的那个演员 还有那个Ricky Martin 什么拉丁 嗯对对这个 电动马达他的屁股 对我记得那时候风灾的时候 他好像也出来募款过蛮多钱的 嗯嗯是 好我觉得我们好像今天终于聊到这边聊的超级多了 我们有没有什么那个还没聊到的东西 应该都差不多了吧 我们先来做个总结吧 我们今天的总结就是 好 不要犹豫 赶快出发前往波多里格吧 波多里格为什么那么值得造访呢 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的多元的体验 那多元体验不管是在自然文化 自然环境跟他的多元文化都是 嗯刚刚讲的自然环境呢 就有那个热带雨林的那种那种气候嘛 那还有刚刚讲的蓝眼泪啊 是还蛮特别的 嗯还有就是非常美的加勒比海滩 是的 嗯这个我们虽然整整集没有特别提到 但真的太美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使用它 所以没办法讲出来 但是光是那个加勒比海滩 我就觉得非常值得造访这样子 再来是多元文化室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其实我们今天一整集 几乎都是围绕着多元文化的讲的啦 是没错 是是是 你刚才是不是很想要去一下 波多里格的巴塞隆纳看一下 对啊 听起来不是很酷吗 波多里格的巴塞隆纳 对啊超酷的 就是应该说波多里格是一个 如果说你单看一个特色 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的地方在哪 比如说你讲说加勒比海超美 对加勒比海超美 可是如果你这个 你去其他的加勒比海国家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那你要去 比如说你去墨西哥 靠加勒比海那边 有没有这么美景色 也是有 然后你再讲另外一个东西好了 就是热带雨林好了 其实跟台湾也长得蛮像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台湾做那些 户外活动啊 比如说冲水呢 滑梯啊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科斯特地形 难道我们不能去 有科斯特地形 其他的地方也是蛮多的嘛 看那些溶洞 也是有 所以如果你单看一个东西 你都 其实波多里格不是特别的 显眼 但是你把那些整个 呃 综合起来看 他真的 我真的觉得蛮值得造访的 如果说你本身就已经在美国 尤其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发现大家去波多里格 很多如果是 呃 中文用 使用者的话 他们为什么从美国 去波多里格玩 都是因为签证的关系 不能离开美国 哈哈哈哈 是的 对 不能离开美国 不能出境的话 波多里格就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可以值得去Longestay看一下 这样 好的 那Jeroe有没有什么 要帮我们补充 推荐波多里格的地方 好啊 我自己觉得说 对 要我凭良心讲的话 的确就像我刚刚和掌柜 一直讲了好多说 波多里格这个好棒 可是也跟台湾很像啊 甚至连他们的上换 这个港都都和那个 台湾南南部的这个港都 有很多 共通之处这样子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如果要我讲波多里格 最适合什么样的人去的话 我会觉得说 对 的确 如果要更纯粹的 或者是更特别的 迦勒比海体验的话 或许波多里格 不会是首选 特别是说 如果你是从东亚地区 这样子大老远 飞到这边的话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可能是希望说 我旅行还是不希望太辛苦 我希望说呢 在体验这个迦勒比海文化的 同时呢 又可以不要有太大的语言障碍啊 然后物质水平上面呢 也不会说让我旅行的太辛苦 特别是 我是一家老小 带着小朋友 这样子旅行的话 那波多里格算是一个 既可以让你体验 加勒比海 西印度群岛文化 同时呢 又可以享有 美国的生活便利 而且不会有太大语言障碍的 一个地方 所以呢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听众的话 那我觉得波多里格 会非常的适合你 那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推荐语 好 总结太好了 我们今天谢谢 整容来上节目 谢谢掌柜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整容来上节目 大家拜拜 谢谢掌柜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